大家好 欢迎收看袖手旁观新鲜事 海龟最大的天敌一旦被寄生只能被动救援 否则将后患无穷 大家都知道海龟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动物之一 因为乌龟有坚硬的龟壳 这让很多敌人无从下口 而海龟的体型更是能长到三米长 比你家的大床还要长 重量能达到900多公斤 差不多是你们把20个同学加起来的重量 但是海龟性情温顺 非常的含厚可爱 在海洋中很少有动物与它作对 但是海龟却非常怕一种叫藤壶的生物 这个藤壶到底是什么呢 竟这么厉害 向我们一起来看看 藤壶是附在海边岩石上的一簇簇 灰白色有石灰质外壳的小动物 藤壶体表有个坚硬的外壳 是属甲壳钢的动物 吸附力极强 经常会寄生在金鱼 海龟 龙虾 螃蟹 琥珀的体表 而且通常都是成品的生长 密集的附着在一起 有密集恐惧症的朋友一定看不下去 这些海龟一旦被寄生 就没有办法自己弄掉 只能无奈地让它们附着在身体上 这藤壶是雌雄头体的生物 可以在水里直接获取金子受孕 它们在生殖期间用伸缩的细管护送金子 然后一起繁殖 这个护送金子的繁殖方法 看得出藤壶的生殖力很强大 所以海龟身上的藤壶越多 海龟就越危险 藤壶的重量会让它游得更慢 有时候难以躲避其他动物的袭击 因被藤壶附着的海龟越来越多 人类也开始对海龟进行打捞救治 要去除海龟身上的藤壶 需要锋利的工具 这满是藤壶的海龟也是非常的可怜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我们 我们下下见 请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明